Photoshop操作界面介绍 Photoshop的操作界面分成几个区块 首先是最上方的功能选单列 在这个选单列中我们可以用它来开启档案 或者做一些图像的简单编辑 而最左边提供的是一个工具列 里面包含了Photoshop中的所有工具 当我们点选到任意工具的时候 上方的第二列属性列就会跟着变化 也就是说每一个工具都有自己专属的属性 再来第三列是我们的标签列 这里显示目前所有开启的图档 中间是我们的工作区块 而最右边是一个面板 它包含了提供颜色的面板 以及一个Photoshop中最重要的图层面板 我们可以在同一张图像中拥有非常多的图层 而这些图层合成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图像 这些图层的图像中拥有非常多的图层 我们可以在这些图层的图像中拥有非常多的图像中拥有非常多的图层